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遇到一个对自己一心一意的男人 就是此生最大的幸运 可是理想总是美好的 而现实却总是残酷的 或许有些女人可以遇到一个给自己偏爱的男人 但这件事的概率微乎其微 相信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希望自己嫁给一个花心而又好色的男人 毕竟这样的男人无法真正的带给女人幸福 甚至还有可能让女人痛苦终生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好色的男人会有的三个特征 想知道的不妨听我说一说 第一感情经历十分丰富 一个好色的男人往往喜欢留恋于不同的女人之间 但并不会对这些女人付出真实情意 所谓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正是如此 所以一个好色的男人感情经历势必非常的丰富 因为这样的男人往往喜欢贪图女人的身体 把爱情当作游戏只对女人逢场作戏 所以他们才会情史众多感情经历异常丰富 其二与异性朋友的关系暧昧不清 男人若是真爱一个女人就会把自己的钱给这个女人 毕竟男人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男人若是真的爱一个女人就会把所有的偏爱给这个女人 不让女人吃醋让女人有安全感 为了做到让女人有安全感 这个男人会刻意的与异性保持距离 绝对不会与之暧昧不清 反之啊一个男人若是一个贪色之辈 那么他肯定会有许多的异性朋友 甚至还会和这些异性朋友暧昧不清 所以啊一个与异性朋友暧昧不清的男人 势必不是一个正经人 第三经常开一些暗示性很强的玩笑 男人和女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啊 男人为了促进关系的发展 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无可厚非 但若是开玩笑过于开放与低俗 那么就会引来女人的厌恶 而和这种女人聊天的内容很低俗的男人 势必也是一个好色之徒 毕竟一个人的内在是什么样的 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就可以表现出来 好色的男人喜欢玩弄女人的感情 常常会让女人伤心欲绝 女人若是遇到以上三个特征的男人啊 一定要选择必而远之 好了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欢迎大家留言语情论